利用什麼呢?上面這個邏輯去做一個修改 那差別是什麼呢?差別就是 我們要把原來是篩選結果複製貼過來的部分改成什麼? 改成從資料庫取得資料 再放到我們應該放的工作表裡面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? 因為我剛剛不小心關掉,沒有存檔 再找一下,Microsoft的這個打勾一下 OK,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到哪裡? 因為我這底下已經有建立一個 業務工作表,並且把它摳過來 摳到哪裡呢?摳到A1的地方 那接下來就是說我要把我上面這些東西 上面所得到的業務人員總共六個 把它分別一個小咪,然後再把它摳過去 換小張,再摳過去 那摳過去的東西呢,並不是複製貼上 而是從資料庫取得的 所以呢接下來我要怎麼辦呢? 第一個,for i 等於 1到 我們的 這個應該是 Range A 應該是A,因為我剛剛摳過來的東西呢 會另外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對不對?然後並且把它匯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是A1 我是把它放A1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就是 從A1開始 接下來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也是到總共有幾個業務人員就跑幾次回圈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新增工作表 那新增工作表我可以把前面的部分把它Copy貼過來 那 Copy Add一個新的在哪裡呢? 在總數的最後面 比如兩個 那我就在兩個的後面再增加第三個 那它的名稱的話呢 就是在哪裡呢? 特別注意 這個sheet瓜糊 瓜糊幾的話 特別注意 是第幾個 那原則上因為我們是家